如果你变成陆飞 在我的世界里将如何生存 本期视频我将化身陆飞 在接下来的一百天里不断成长并战胜我的宿敌 第一天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我作为海贼陆飞傲然站立 我的心灵深处怀抱着一个崇高的梦想 那便是成为尊贵的海贼王 寻找传说中的神圣宝藏One Piece 震耳玉龙的爆炸声打破了这份宁静 目光所及 只见一众海贼正在对一个村庄进行洗劫 他们的行径残忍 对村民施以无情的伤害 我凌厉地捕捉到了从远方传来的坚定脚步声 一个身材魁梧气势磅礴的海贼走入了我的视线 正是臭名昭著的黑胡子 他邪恶的眼神中透露出对权力的渴望 高傲的命令部下向我这位志在成为海贼王的勇者中够 第二天 我一路逃离黑胡子的魔爪 我来到了一个开阔林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水果 出于本能 我冲上前去吞下了它 我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变化 我的皮肤变得如橡胶般隐盘起 黑胡子的船员如影飞行 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向我发起攻击 当我反击时 我的手臂像橡胶一样伸展出去 一下子击退了他们 随着敌人越来越多我进展失灵 突然 一个神秘人从天而降 他手持力剑 展现出精湛的剑术和惊人的敏捷 瞬息间便击败了这群海贼 第三天 神秘人与我一同离开了沿海村庄 他名叫索隆 黑胡子正在岛屿上搜寻One Piece地底 有传言称 极其武装地图残骗的人便能寻找到传奇的One Piece地底底 我兴冲冲地跳进了水中 却意外陷入溺水的困境 索隆拯救我于危难之中 我的目光被远处的山峰所吸引 放眼望去 黑胡子的爪牙正紧张地大肆搜寻 第四天 索隆与我一同征服了俊俏的山峰 直至我们抵达壮观的山顶 我们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洞穴 眼前一块地图碎片静静地注入 一个气势磅礴的将军突然阻挡在我的内心 他具备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 他可以向我喷射一种神秘的雾气 每当我尝试对他发起攻击 他便会进入隐身状态 索隆看到我陷入了困境果断加入战斗 遗憾的是这名将军的力量远超我们的想象 我本能地抓起了地图碎片 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我的身体 使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强大 第五天 在全新的姿态中 我再度投身于激战之中 我有能力将我的手臂变得巨大 然后重击地面 在索隆的协助下我们击败了烟鬼 索隆一直追求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剑士 他选择加入我的团队 一同踏上海贼王的冒险之路 第六天 我沿着海岸线搜集了大量所需的材料 随后我着手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海贼船 从坚固的船壁到宽广的甲板 再到挺拔的桅杆 每一部分都倾注了我满满的心血 船身之下的操作事业开始成型 经过不懈的努力 我们最终建造出了黄金梅丽号海渔船 第七天 在浩渺的大海之上 我们踏足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星岛 金碧辉煌的建筑映照在水晶般清澈的海面上 仿佛时间与空间在此交汇 突然 空气中传来的震撼人心的撞击声 仿佛天地都在为之颤抖 只见一名身着异域风情服饰的海贼 正被威风凛凛的海军包围 海贼的眼神中带有不去与自由 士兵不仅眼神冰冷 举止之间更是充满了决断与权威 他们冷漠地将这名海贼带走 对他的命运毫不关心 我心中的正义之火被点赛 我必须挺身而出拯救这位深陷淋雨的王者 第八天 在澎湃的海军中 我跟随威武的海军直至抵抬前哨战 我目睹了一幕令人心痛的场景 他们冷酷地将海贼囚禁于冰冷的牢房之中 然而 海军没有因此指 他们寒怒的目光瞄准 骤然间火光刺激 炽热的子弹朝我呼啸而来 我不甘示弱 每一击都蕴含着无尽的力量的木 在我的灵力攻势下 海军士兵惶恐失措一个个溃不成军 留下了恐慌与沉烟逃之夭夭 第九天到第十天 我们乘风破浪出海 我为乌索普安排了一个与索隆巷林的休息区 突然 我听到外面传来急促的喊声 我们已经接近了海军的战舰 我急步冲向甲板的边缘 然后利用我的橡胶特性弹跃升空 最终稳稳地落在了海军战船之上 不幸的是我落入了海军的团团包围中 我转头看到一位身材魁梧的海军将军萨卡斯基 他正屹立在战舰之上目光锐利地盯着我 第十一天到第十二天 萨卡斯基以炽热的容颜如雷霆一击向我挥洒 面对这位战神般的敌人 我深感自己的微薄之力无法与他正面对抗 我强劲的拳头如狂风般推开了冲锋在前的海军 我如流星般掠过一条又一条寂静的走廊 最终来到了战舰的控制室 地图碎片闪耀着奇异光芒 我紧握他只觉得内在的力量 宛如滔滔江水般滚派 我完美进阶到了三档的境界 萨卡斯基如狂风怒袍向我冲锋 战鼓鸣我们展开了剑与我冲锋 我的每一击斗如同狂潮猛就势不可挡 在这场离雨季的较量中 我依赖心赋予的能量 战胜了这个威风凛凛的将军 第十三天到第十四天 在波涛汹涌的海域 我安然无恙地回到了黄金雷利好 随后我迈步走入了操作室 我谨慎地将地图残片冰阶 整艘船似乎被古老的魔力唤醒 一道璀璨的金色光环如神器之眼 从海面冲天而起 我们乘风破浪深入那神秘的大海之中 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轻轻的迷雾 我的眼睛被一道奇惊所吸引 一艘曾经威风凛凛的海盗船 已经变成废墟 第十五天到第十六天 松暴之中巨浪如山 两船激战震撼 凌冽的海松中 骷髅海盗与黑胡子的船员 进行了激烈战斗 刀光剑影歌声与呐喊交织 黑胡子展露了他可怕的神秘女孩 只见他眼中闪过一丝血液的光芒 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 一瞬间将骷髅海盗吞噬 第十七天到第十八天 我们紧随黑胡子海盗船乘风破浪 最终抵达了 充满神秘氛围的岛屿码头 行走于古老的木板之上 我感受到了与世隔绝的寂寥 我的脚步不自觉地 被一个宫殿的雄伟结构所吸引 一群恋容猙獰 身影怪异的渔人在主庭院里徘徊 一阵冷风吹来 随后我的后脑传来了一股剧烈的疼痛 我缓缓转身 眼前的世界逐渐变得模糊 第十九天到第二十天 在一个充满神秘的小屋中 我从梦境中苏醒 眼前是一位美丽如月的女孩 她名叫那边 跟随她的脚步 我们来到了一个如画般的开阔之地 山谷下隐藏着一处哀伤的土村路 那美帝眼中闪烁着泪光 邪恶的阿龙率领渔人部落 如同黑暗的风暴席卷了这片宁静的岛屿 往日的欢声笑语被替代成了 恐惧与绝望的故障 第21天到第23天 那美与我如同隐形的幽灵 悄悄潜入了宫殿 耳盼传来愚人的怒目 他们正对着岛上的居民 发出强烈的赤字 仿佛是风暴盖过了海浪的声音 我们巧妙地避过了宫殿的手 宫殿内部的楼层 如同泥宫般错综索 我们勇敢地一层一层攀爬 每一次脚步声都带着我们 对自由与正义的渴望 当我们攀登到宫殿的顶部时 我目睹了一位愚人 他身上散发出一种 与生俱来的威严令人不敢指示 第24天到第26天 我们与传说中的愚人阿龙对峙 在这紧张而庄重的时刻 我没有静止冲锋 震撼性的力量直接将阿龙击打到石墙上 阿龙怒火中烧 他露出了可怕的真命 释放出特殊的水系能量 使我仿无置身于怒涛之中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 那美族人过去的影子和期盼的眼神 不断浮现在我包海 我深知这场战斗不仅仅是为了我 更是为了那些失去自由的民主 心中燃烧的正义之火 巨大的冲击力使得宫殿的楼层崩塌 第27天到第29天 天崩地裂的震撼如同泰坦将领 打碎了坚固如铁的墙体 那美被突如其来的变故震的 丢弃了珍贵的地图残片 在满目窗移的废墟中 黑胡子显现出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声音 我凭借着浓烈的正义感 如狂风骤雨般冲向他 黑胡子的黑暗魔法直接将我笼罩在内 我如同飘荡的枯叶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虚弱 黑胡子裹挟着地图残片 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 第30天到第32天 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 那美与我踏上了黄金美丽号 她巧妙地将一个神秘的指南针 放置在巍峨的舵盘上 在柔和的海风中 那美坚定地表示要成为我团队的一员 无所补灵活地抛来了香气四溢的肉 每位触及我的胃围 我仿佛重获新生 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为之舞蹈 第33天到第35天 在晨曦的破晓之间 我们怀抱着全新的决心与希望踏上这次争取 我凭借残存的材料 巧夺天宫为难美建造了一个宛如宫殿的导航室 在那遥远的水平线上 我敏锐地捕捉到了黑胡子的巨子 它就如同夜幕中的幽灵 静静地在波涛之中游走 第36天到第39天 我利用橡胶特性巧妙地将自己缩小到了 如同尘埃般的微型身躯 我如同一名隐形的幽灵 悄悄地踏上了黑胡子海盗的战机 我轻巧地在甲板之上游走如同一名夜行的舞者 每一步都谨慎而又优雅 探索着那通往神秘船舱的秘密平道 四处都是身体粗糙外衣手持利剑的矮刀 他们的嘈杂笑声与粗辱的话语中华空气 第40天到第44天 我缓缓踏入了黑胡子充满神秘氛围的船长时 眼前空展的桌面上是闪烁着诱人光泽的地图 我将身形恢复远状 当我的手指倾触起伤 一种强大的能量传入了我的身体 我变得如同弹簧一般富有弹性 在黑胡子察觉到我的存在之前 我迅如闪电地缩小了身形 悄然无声地离开了宏伟的船长室 第45天到第47天 我安全返回黄金梅丽号 身心沐浴在一种胜利的喜悦中 我步入充满神秘氛围的操作室 将珍贵的第三张地图残片放置在指定之处 一道盛大且璀碳的金色光环 如天使的启示在大海上波光灵灵地蔓延开来 第48天到第50天 我们踏上了通往阿拉巴斯塔岛的征程 这片土地是一个浩渺如是的沙漠仙境 在其腹地隐藏着一个璀璨夺目的大帝国 我漫步在这帝国的边缀 寻觅失落已久的地图残片的线索 随着时间的流转 我猛然间被一张贴在墙上的悬赏海报吸引 周围的村民开始用好奇的目光打荡 他们慢慢地围绕上来 我的目光不自觉地向人群的右侧飘去 一个神秘人正用深邃的眼光凝视着我 我跟随他的步伐来到了一个宁静至极的屋里 他名叫克洛克达尔 第51天到第53天 我与克洛克达尔深入阿拉巴斯坦沙漠的附地 阳光金黄沙漠在热浪中深缩 我们来到一座宏伟的沙岩建筑前 这座建筑如同沙漠中的王者 历经风雨却屹立不到 我们毫不犹豫地向前探索 由于我的身体具备橡胶的特性 被唤醒 大门缓缓地开启 揭示了背后的秘密 与此同时 黑胡子获取了传说中的真正果实 他将以一种霸气无双令人敬畏的姿态重返世界舞台 第54天到第56天 我与克洛克达尔踏入了古老的金字塔之中 此地仿佛存在了千年的秘密 我们走在一个绵长而狭隘的走道中 古老的液体挽油历史的眼泪静静地流淌 一个平台映入了我的视野 我见到了传说中的第四张地图惨变 他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克洛克达尔暴露了野心 他摒弃了之前的合作变得贪婪与自私 决心独自霸占宝贵的地图残田 第57天到第59天 克洛克达尔蕴含冷烈杀鸡的爪勾急速冲向我 我依靠敏锐的直觉和过人的速度巧妙地避开了这致命一击 他召唤沙漠之力聚集沙尘 我则依仗自身如橡胶般的身体 伸展出强大的臂弯给予他雷霆一击 我们两强相运 凭借着各自的秘籍和招式一次又一次的撞击 愤怒的火焰在我体内蔓延仿佛要焚烧一切 我挥出了犹如天雷击中的重锤 致使它跌入深渊的流水中 我踏上了那座光芒四射的平台 取走了第四块地图碎片 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仿佛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 现在的我可以将身躯转化为肩不可摧的方体 第60天到第63天 我携带荣光与期待平安仿佛黄金美丽好 我距离传说中的大秘宝更近一 一个宏大的能量涟漪在我们的船周围盘旋 天际间的云彩翻涌起伏 预示着一场盛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霹雳贯穿天际 一道璀璨的闪电如同神之愤怒降落在我们的甲板地 在这雷霆之中 出现了一个形态玲珑如梦似幻的小精灵 他邀请我前往传说中的空岛 第64天到第68天 在这广袤的海洋上 我倾尽全力汲取四方之志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 船舶焕然一新 我将其命名为阳光号 在雷电崇拜者的指引下 我们乘风破浪至雀海的尽头 天空乌云密布 阳光号仿佛有了生命轻轻抬起他的神区 奔涌的力量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水库直冲云霄 如神话中的海神召唤震撼人形 第69天到第73天 恶怪满盈的黑骨子一丈心获得的恶魔博士大肆进行破坏 他的耳目变故四海无所不知无所 他的心腹密探传来消息 告知了我们正踏上前往神秘龙岛之旅的消息 一个前所未有足以震撼整个世界的巨大风暴正在殓名 第74天到第77天 我们翱翔鱼如棉絮般柔软的云海 仿佛是骑士骑着翼龙在空中遨游 我定神远跳 只见远处的地平线上浮现出了一座宏伟至极的岛屿 如梦似幻的景象下 一座金币辉煌的王国处立其中 周遭的一切都被洁白无暇的云雾环绕 仿佛我们身处一个幻境中 我深吸一口气 踏上了通往中央的古老庙宇的石阶 每一步都充满了庄严与神秘 一个震撼的画面展现在我眼前 传说中的神器爱尼路身披雷霆 威风凛凛地站立在那庙宇的中央 第78天到第80天 我与爱尼路一同漫步在仙境般的圣殿庭院 竞技场上空悬浮着最后一块地图碎品 爱尼路轻轻地扶起犹如夜空中的一道闪电 我们之间的战斗犹如风雨交加 雷声震耳欲聋 爱尼路与雷电融为一体能够随心所欲的顺利 他的速度之快犹如流星划破夜空 我的生命之火只剩下寥寥数颗星 爱尼路高傲地站在我面前 我感受到了灭亡的气息 在千军一发的瞬间 我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在身体内爆发 我以超越极限的速度避开了闪电 一连串犹如瀑布般的拳击彻底击败了爱尼路 我缓缓走向闪烁的地图碎片 我感受到了一个战士真正的胜入的荣耀 我解锁了传说中的武当尼卡形态 第81天到第85天 我踏上了传奇的阳光号 内心的荣耀如同狂风骤雨油然而生 我仿佛是这片广袤大海主宰 我缓步走到那幅同伟壮观的未经之途径 双眼紧盯着那最后的空缺 我将最后的地图碎片轻轻放置 仿佛插入了时间的钥匙 一道璀璨的金色光芒从地图上暴露 宛如天际的流星划破了宁静的飞翼 地图上的奥秘随着金光逐渐显现 直指那广袤大海和新名为拉夫格鲁的神秘之一 一道飘渺如幽灵的身影从我的身后缓缓浮现 那是传世之间的传奇人物被誉为海贼王的罗杰 他对我能够及其地图的碎片表示深深的赞叹 罗杰如同沉雾般消散 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打破了这片刻的宁静 当我转过身去 眼前的景象让我心跳加速 声明狼藉的黑胡子与他的手下正疾风般地冲上阳光号 第86天到第90天 黑胡子的船员眼里散发着狂热之光 这群贪婪的海盗如猛虎下山对我们的船员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我在这关键的时刻如狮子般挺身而出 与入侵者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我锐利的目光捕捉到了黑胡子那不怀好意的身影 它如疾风骤雨般冲向地图室 地图室内射出了一束耀眼的光 随后声明狼藉的黑胡子再次出现 满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它展露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弹 我被这惊人的地震力量震的飞起 它得意洋洋的跃回战船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第91天到第94天 我感受到了浓浓的孤寂与沉痛 在我船员内如视如歌触动灵魂的信念引导 我们如一只不屈的军团 共同维修受伤的庄严战舰 这是一次考验我们团结与意志的旅程 但在种植城城坚韧不拔的决心推动下 我们终于使这艘战舰重新燃起了昔日的辉煌女荣耀 第95天到第99天 我手握船座呼唤着命运的江山 驶向遥远的拉夫德鲁 壮丽的地平线上浮现出一座神秘莫测的堡椅 阳光好纵情驶路 走过迷东般的岩壁磅磅漫步远古的时光 绝世的景象展露眼前 无尽的宝藏展现其划过辉火 金银珠宝耀颜璀璨如夜宫中繁星闪耀 一声惊雷般的爆炸声响起 黑胡子与其无情传言现实 犹如噩梦般平衡出现 第100天 双方战斗一触即发 喘息间我将黑胡子击腾 一股强大的气势在我身周到 黑胡子的部下与我的伙伴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这是海贼历史长河中最为壮观的战斗 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对决如同传奇的烙印 深深刻印在时光之巅 锁龙手握利刃身姿矫健 他舞动剑光犹如疾风骤雨 将敌人逼退于刀尖之下 纳眉与无所捕默契无间相互配合 将敌人化为星光的尘埃 黑胡子邪恶的眼神重新投向我 他释放出升华的力量 带着毁灭的意志猛烈地攻击我 一招一式如同雷霆霹雳 我奋力反击不畏艰险 决战到了最后的时刻 黑胡子爆发了终极技能 我陷入前所未有的虚弱之中 我没有屈服 一精灵中黑胡子略显颓废的英诀片刻 我迅急地冲向传说中的One Piece王藏 刹那间天地变似 金色的光芒如太阳般绽放 我的身躯愈发巨大宛如同飞的巨物 我成为了传说中的海贼王 我已然融入新的形态如同席卷天地的飓风 一击之下黑胡子隐恨西北化作历史的真爱 而我已然站在海贼王的巅峰 凝望着汪洋大海 畅想着属于我自己的传奇